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军队系统透过虚拟宇宙网络直接下达给罗峰 求救是直接发给周围100亿公里内的所有盟友战友 罗峰现在距离战场不足以亿公里 不过因为探测一气先进 屏蔽了下面双方探测 所以双方探测不到 不过人类一方却可以透过军队系统 知道周围一定范围内的盟友战友坐标 罗峰 下方战斗其中一名人类不朽 向你申请通话 巴巴塔说道 解 罗峰点头 转接到护壁屏幕上 护壁屏幕上出现一名白炮男子 正满脸急切 战友 请帮帮我们 我们探测一气发现不了战友你 还是靠军队系统知道周围战友们有位置 你的势力应该比我们强 特别再加上我等两名不朽神灵 应该能够对付那名妖族不朽 还请帮忙 我等二人快撑不住了 那些弱小的宇宙级御主 戒主也会崩溃 四散逃跑 戒主可能还有希望逃掉 可宇宙级御主逃掉概率会很低 同事人类还请帮帮忙啊 嗯 罗峰点头 啪的一下 关闭通讯 那挪蓝山还真够狡猾的呀 罗峰看了眼头影上的战斗情况 戒主三阶的塔 自然不是那些戒主巅峰妖族对手 竟然让其他戒主帮忙撑着 看起来 人缘倒是不错 这么下去 他很可能会逃掉 很多宇宙级御主们反而会死掉 罗峰摇头 全身黑色铠甲迅速延伸 出现了黑色战盔 脚下战靴和全身铠甲化为一体 同时在脚下出现了一长约三米 最宽处约半米的造型奇特的尸盘 洛夫柳盘 同时单手吃这一饼巨大的 约两米高的边缘有这些 瘦神雕刻的精美金色盾牌 金角巨兽不需要使用瘦神兵 这瘦神兵也就给地球人本尊使用了 罗峰按道 洛夫柳盘 瘦神兵 这算是罗峰将来战斗的标准配备了 轰一下 舱门早已开启 罗峰迅速窜出去 随即俯冲而下 一片苍茫山脉上空 人类和妖族两支队伍正在厮杀 这山脉石壁上 还能看到一些巨大的古老雕刻 是当年炎济大陆原住民留下雕刻 不过一万年下来 原住民全都不在了 虽然这些雕刻蕴含些奇异能量 可依旧很残破了 二哥 快扛不住了 要溃散了 准备逃吧 罗兰山交集道 老五 你赶紧走 老五 你才戒助三戒 遇到这些戒助巅峰必死 很多宇宙级御主开始溃散了 你赶紧逃 我们必须给你们争取时间 二哥 你们 罗兰山交集 去吧 我们死不了的 疯狂厮杀中 罗兰山表面上痛苦 心中却是摸摸倒 这已经是我在域外战争的第六十三次逃亡了 果然生死战斗中容易结交生死兄弟 没有这些生死兄弟 我也活不到今日 可惜 一千多年的感情投入 可能就这么浪费掉了 就在罗兰山准备逃窜时 天空中突然一道可怕气象里 奥尔迪道名叫 响彻天地 只见一巨大的 无比美丽飞禽幻影 从高空服冲而下 震撼双方 那美丽的让人心醉的 巨大飞禽幻影中 正有着一名全身黑色战坎身影 手持金色盾牌 服冲而下 洛夫六盘 洛夫六盘 有救了 人类一方两名不朽身灵 一脸惊喜 而那有着两颗 猙獰头鹿的 灵甲妖族不朽 却是低吼一声 洛夫六盘是 颇有名气的 飞行类辅助兵器 是天然形成的 造型奇特 乍一看整个石盘 就有点类似一只飞禽 特别是 石盘天然形成的纹路 构成一头神秘飞禽 一旦洛夫六盘 和拥有者 完全契合之后 全力催动 就会产生的 巨大飞禽幻影 令速度得到 辅助提升 洛夫六盘 价格虽然仅仅在 一百到两百万 火焰单位间 可因为是天然形成 数量非常稀少 有金钱也难以买到 蜂猴不朽身灵中 也只有少数才有 能拥有洛夫六盘 已经证明身份失礼 树梵 我们能赢了 看似同住了不朽身灵 全身燃烧着火焰 兴奋传音道 说不定能反败为胜 看似柔弱男子 周围环绕水流 也是满脸笑容 那头妖族不朽 也仅是万分 甚至都减弱了 闪大眼睛 戒主 怎么可能是戒主 妖族不朽 却兴奋无比 他们气息感应何等敏锐 瞬间就判断 俯冲下来的 气势滔天的黑色战坎男子 是一名戒主 就算气势再逃天 就算踩踏的是 洛夫柳盘 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这个黑色战坎男子 仅仅只是一名戒主 怎么会是戒主呀 两名人类不许神灵 都快崩溃了 本以为是救星到来 没想到 来的却是个戒主啊 罗峰脚踏落腹六盘 俯冲而下 一眼便看到那头 有着两个 猙獰头颅的妖族不朽 心中自然很清楚 这妖族是什么种族 时空眼兽 妖族十八皇族之一 成年巅峰 自然可以达到预主级 两个头颅 一是金筒 一是银筒 那金筒可以影响空间 银筒可以影响时间 金筒银筒一旦同时是展开 对周围失控都有很强控制 一旦配合法则领域 可以令法则领域威力倍增 而下方这一头失控眼兽 应该算是 失控眼兽一族 不朽神灵中的耻辱了 作为有时间空间天赋的皇族 这失控眼兽在 时间空间上成就 却很低很低 否则 稍微强点失控眼兽 就应该是封猴起来 靠着天赋对一方 失控掌控能力 才达到不朽君主巅峰水准 这的确是妖族皇族耻辱 否则 一名妖族皇族成员 即使是在欲外战场 也不至于连一个不朽随从都没有 时空眼兽 虽然远远比不上 悔魄巨兽天赋时间灿停 也比不上金角巨兽天赋分身 可失控眼兽 数量毕竟比悔魄巨兽 金角巨兽多了多 罗锋心中掠过念头 行空巨兽的十二巅峰血统 比妖族十八皇族血统还要高贵一些 可同样 成为不朽神灵难度 即使是皇族 也比金角巨兽等容易多了 时空的天赋 有高有低 空间束缚 也是天赋 效果弱得可怜 时间流速变化 也是天赋 一般稍微加快 稍微减慢 不度极小 顺意也是天赋 效果逆天 时间暂停也是天赋 同样逆天 再弱的族群也有英雄 再强的族群也有弱者 时空眼兽 受死吧 浮冲下的罗峰 瞬间操控手中的金色盾牌 顿时那厚重金色盾牌上 顿时飞出一片片菱形金属片 每一金属片上 都有着复杂密纹 瞬间串联起无数金色丝线 足足999片菱形碎片 同时射出 无数金色丝线串联 沟通宇宙本源 几乎瞬间 一道模模糊糊的 庞大兽神幻影 出现半空中 那999片菱形金属片 消失视野范围内 同时那瘦身幻影 显得挺清晰 它全身的一片片菱甲 也可以变析 四条粗壮的踢爪 长长菱甲尾巴 昂然刺破天际般的独角 这股好似要毁灭宇宙般的绝对霸道 即使这一股霸道还很淡 可依旧让人心惨 这是什么呀 两名人类不朽神灵惊骇 而妖族不朽神灵 更是震惊邓他那一双金铜银铜银铜 叶主们无法反抗 兽神兵第一世 兽神降临 全身笼罩在黑色战凯中的罗锋 脚踩落腹六盘 目视下方那一头失控眼兽 下方的失控眼兽 愤怒咆哮一声 猛得冲天而起 同时两个猙獰头颅的眼眸 同时射出两道光芒 强大的法则领域受到失控天赋控制 威力猛的暴涨 直接压迫向上空中 在他看来应该很弱小的 穿着黑色战凯的人类戒筑 罗锋俯瞰下方 轰露一下 周围空间扭曲 凭空出现草地天空 强大的世界投影 直接和那法则领域撞击一起 轰露 彼此撞击 随即那法则领域 被迫不断后退 不断缩小 最后被逼迫的 只能缓绕在那一头 失控眼兽周围近百里范围 这顿时令那一头失控眼兽 两透露的眼眸中 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他的法则领域 怎么会被世界投影给压制呢 兽神降临之四天一朝 罗锋心中默默倒 半空中散发着霸道威压的兽神幻影 发出一声吼声 那吼声好似透过失控 从遥远某个宇宙古老时期传来 随即仅仅只是一个飞扑 那兽神幻影 并和下方冲杀上来的失控眼兽 无比接近 紧跟着 就是很猙獰霸道的一招 撕拉一下 这一显得模糊的一招 却直接抓了那一头失控眼兽 怒咬过来的其中一个头颅 并且 撕裂头颅上覆盖着的一层薄薄绽开 红白四剑 脱颅碎裂 那一招更是丝毫不弱 沿着下去 直接一把撕裂开失控眼兽整个躯干 身体被撕裂的失控眼兽 另外一个头颅 发出怒吼 同时无数碎裂身体化为不朽神力 依旧要凝聚一体 撕拉一下 兽神幻影再度有十五比八道的一招 同时无数的黄金色草叶 迅速布满周围数万公里区域 跟着 就将那身体碎裂重伤的 欲要再度重组逃跑的失控眼兽给包裹 无数黄金色草叶 疯狂抢夺吞噬 一眨眼 那失控眼兽便已经扎都不剩 已然陨落 死在我云寒最强受神意境的一招下 你也该自豪了 黑四战凯中的罗锋守一招 那巨大的不朽诗星草 迅速飞来 并且变小 而后融入罗锋臂膀中 当年西罗多留下四大绝学 兽神兵 兽神吼 兽神变 兽神奔 其中西罗多经常远来战斗的 无疑是兽神兵 兽神兵共分为六式 分别对应眼神七变的六层 罗锋炼称第一层灵甲片 研究之后也学会了第一式兽神降临 须之罗锋在混沌城中九百年时 那兽神意境大概就是通天桥十六层次了 而后又研究了三百年 兽神意境更是达到了第十七层境界 兽神兵更是宇宙尊者们常用了制式兵器 好的念力兵器是有很强振服效果的 由兽神兵辅助 威力自然飙升 罗锋施展兽神降临之四天一掌 更是轻松无比 感觉比金角巨兽来施展更为顺畅 威力极大 已然是近乎锋芒境界 近乎锋芒的境界 念力振幅三千二百多 借助巅峰念力 这使得罗锋施展这一招下 能拥有勉强锋侯层次 再加上世界投影直接压制 时空掩兽最强法子领域 一击撕裂其身体 自然胜利的理所当然 那数千名妖族们嘶吼着 发出妖族通用语 各个四散逃跑 那些本就被压制的 人类戒主御主宇宙机们 更是三两联手 迅速追杀目标 两名人类不朽自然是不懈降低身份去追杀 而是笑着走向罗锋 谢谢兄弟 那同主般的不朽神灵走过来 谢帮忙吧 那瘦弱不朽神灵仔细观察罗锋 同时道 他是伯野柱 我叫舒凡 都是不朽君主 相信战友你应该是 五大势力的某位殿下吧 而一身黑色铠甲 黑色头盔 黑色战靴的罗锋 也降临下来 手中的瘦神兵 脚下的洛夫六盘 也全部收入体内世界 哗啦一下 黑色铠甲流动 黑色头盔 迅速消失不见 露出了黑色短发青年面孔 二哥 三哥 而在另外一边 诺兰山却是激动地和其他两名戒主巅峰强者聚集一起 我们总算不用分开了 都安全了呀 老五 这应该谢谢那位超级强者呀 那位超级强者真是厉害呀 他应该是戒主吧 竟然直接霸道了击杀那头妖族不朽 而且那冒出的黄金色草叶应该是一种不朽植物生命吧 诺兰山听了连点头 心中则是暗道 戒主竟然就能击杀妖族不朽 真是太厉害了呀 这才是真正超级天才 也不知道什么来历 如果能够跟他扯上关系 那么罗峰的威胁估计就不算什么了 诺兰山就是因为罗峰才吓得一直在狱外战场 看那位强者露出面容来 看起来就不一般的 那二哥三哥两名戒主都眼睛发亮看过去 这时候很多戒主玉主宇宙企都看向哪里 诺兰山也转头看向哪里 平常高高在上的两名不朽君主 这时候却略显谦卑缝影的和那名黑色战凯男子说话 黑色战凯男子已经露出面容 虽然罗峰将面部皮肤色调略微变化 可是因为罗峰才被迫在狱外战场四千多年 一直咬牙切齿恨着的诺兰山 怎么可能因为色调而认不出来呢 他 他 诺兰山看着远处黑色战凯男子 眼睛瞪得滚圆 眼珠仿佛要瞪出来似的 罗峰 是罗峰 他是罗峰 诺兰山脑海嗡的一下 完全乱掉了 四千多年前 他知道留在黑龙山帝国恐怕会丢掉性命 以罗峰进一步速度 如果他诺兰山依旧留在人类疆域 只会和罗峰差距越来越大 他毕竟获得过宇宙级巨服务者称号 骨子里有着疯狂 所以 他咬牙来到狱外战场 预咬博一次 从黑龙山帝国前往狱外战场途中 他就遇到过两次危险 在狱外战场上 一次次生死冒险 刚来很快就跨入狱主级 可狱主一街在狱外战场简直就是炮灰 他不断挣扎着 一次次生死冒险的结果 就是他最终达到戒术级 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拼 就是因为惧怕罗峰 所以不断增强自己 可现在 罗峰却突然出现他面前 而且是直接击杀一名不久 君主巅峰的强者姿态将领 怎么会这么强啊 他怎么会这么强 四千多年前 他不是刚刚参加天才战 那时候才是恒星级九尖吗 这才四千多年 他怎么就是戒主巅峰了 就算是戒主巅峰 可为什么他能够直接击杀不朽君主啊 完了 完了呀 诺兰山头脑一片混乱 他感觉不到有丝毫反抗之力 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